已故英国戴安娜王妃1995年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巴西尔的电视专访 当时戴妃曾表示三个人的婚姻太拥挤 公开披露婚姻陷入困境 而近日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巴西尔当时以匡骗手段成功取得专访戴妃的机会 据了解巴西尔卫造银行的对账单 谎称亲近戴妃的人收了钱 为国安单位监视他 之后再将文件给戴妃的弟弟史宾塞看 说服史宾塞安排他与戴妃见面 进而专访到戴妃 而这段专访当时吸引了两千多万人收看 创下记录 也让巴西尔赢得一系列大奖 调查出路之后 BBC 和巴西尔为此致歉 同时致涵戴妃的儿子威廉王子及哈利王子 更退还 因为这场专访赢得的所有奖项 The interview wa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king my parents' relationship worse and has since hurt countless others It brings indescribable sadness to know that the BBC's failure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her fear, paranoia and isolation that I remember from those final years with her But what saddens me most is that if the BBC had properly investigated the complaints 这起事件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 英国首相强生对此也表达关注 负责调查的退休法官戴森表示 BBC 未能从事件中持守高标准的诚信和透明度 BBC 则回应 当时应该付诸更多努力来追根究底 对所知情况更加公开透明 为此深感抱歉 装设综合报道